韓市長他的政見 因為實線上遇到我想困難 不應該把責任推給別人 林佳龍部長完全狀況外 麻煩他去好好督導自己的部署 第二 請林佳龍部長調整心態 高雄市觀光產業以及愛情摩天輪 如果推展的成功 是全高雄市的成功 港務公司說 沒有收到摩天輪的計畫書 高雄市長 如果你推動市政發生困難 你不要把責任推給別人 馬俊俊 沒有收到計畫書 可是高雄市政府 已經連發出了三次通知 但是我們發現 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在以前民進黨的時代 如果你要通過這樣子的案子的時候 它其實手續是比較簡單的 其實你只要高雄市政府跟交通部 兩邊簽訂就好了 但是現在又要多一個港務公司 另外我們這個摩天輪 其實在民進黨的時候 就有這個構想了 不但是在謝長廷的時候 陳菊的時候也是 在謝長廷執政的時候 我們的都發局的淨土裡面 就有規劃摩天輪 而且曾經還構想要在舊港區碼頭 還有愛河口興建 那陳菊的任內其實也是有的 那為了要做這個高雄港區的一個振興經濟 亞洲新灣區 所以高雄市政府跟港務公司 這兩個單位也成立了土開公司 而在106年 土開公司風光揭幕的時候 我們的林權前行政院長 也特別南下主持 那當時的港務公司 在跟林權報告的時候 其實那個八五大樓那邊 八五大樓的外牆上 就製作了大幅的摩天輪的畫作 所以摩天輪其實一直都在 民進黨的腦子當中 只是你們沒有實現 沒有去身體力行的實踐 可是今天一變成韓市長 要去實踐的東西的時候 就開始卡好卡滿 肥貓仇勇你們也要卡好卡滿 韓市長你們也要卡好卡滿 這樣的例子很多 只要韓市長一要做 民進黨跑出來議員說欺騙大眾 可是以前你們自己 也有這樣的構想 還有一個學貸也是 其實學貸最早開始的零利率 或是減免利率 也是蔡英文 也是民進黨推出的 結果韓市長一要做的時候 又跳出來罵 其實我覺得這問題很簡單 因為大家都不是小孩子 各位好朋友你們想想看 如果你在公司 你得罪了上級 得罪了長官 你在學校你得罪了老師 他們會告訴你說 我要卡你嗎 我要弄你嗎 不會 他一定是說不會 不會我真的沒有 可是當你在公司的時候 你要跟老闆要人 他不給你人 要錢他不給你錢 你在學校面對老師的時候 你要做報告 他一直退你的報告 或是你交了報告 他久久的不改給你 到最後一秒鐘 要放暑假了再改給你 要弄一個人真的很簡單 不需要大剌剌的告訴你 我要卡你 可是那種小動作不斷喔 君君 是不是 你把他們這個老師的 講得太善良了 真的喔 韓國瑜今天不是得罪老師 不是學生的得罪老師 是得罪的方丈 他是得罪的方丈 得罪方丈 得罪方丈還想跑 那嚴重了 民進黨一定把他打到死為止的 對不對 你去看那個十八同仁 直接把他打到死脫手 他們現在就是要這樣 處理韓國瑜啦 我就講啦 其實他們這樣 就小看了整個河邊 港邊這種有摩天輪的 這個 就民進黨沒有國際觀嘛 你就想一想 蔡英文最引以為傲的 英國經驗 他的倫敦槍 明明就英文這麼破爛 還要假裝那個倫敦槍 倫敦愛不就是最漂亮的 愛情摩天輪嗎 那為什麼他們這些 就一定要上網去酸韓國瑜說 那個愛情摩天輪 因為你不能叫愛情摩天輪 你要叫小英摩天輪 對 他如果說體同摩天輪 可能那些人就會幫他拍拍手好不好 但是韓國瑜最笨了 韓國瑜這個計畫應該要寫 海水煉金摩天輪 林家龍就會準了 而且你預算要開一千億以上 林家龍對一千億以上的預算 就有感了 他就會批准你這個 一千億煉金計畫 附設摩天輪 這就可以成了 韓國瑜 你要用林家龍的關鍵字 一千億海水煉金 他才聽得懂 那個毛家靜今天 在幫老天鵝娛樂寫腳本 好 我講真的啦 說實在的 民進黨所有這些舉措 就是幫韓國瑜選總統 找正當性 不過國民黨立委 最近還有一個大爆料 聽說行政院的高層 給八家關鍵銀行說 去指示 去跟人家捐款 回饋是由放款部 有利率 來回饋 金額是兩千到兩千萬 兩千五百萬不等 沒有的請舉手 你們都舉手了 把手舉好 把手沒有手都舉好了 另外賴石寶 昨天在財委會大爆料 說八大公股行庫 可是接到了上級的指示 指定某一些企業 必須要捐贈特定政治人物 政治現金 兩千到兩千五百萬 而他們會回饋 大家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調降放款利率 不過當場的時候 公股行庫通通都舉手說 我們家沒有 真的沒有嗎 事實上立委 黃國昌先前 已經幫大家 從這個財長蘇建仁口中問出來 所有的公股行庫動作 全都是政治人命 請問你跟誰表達意見 怨方 怨方 蘇貞昌嗎 就是怨方 所以如果你表達的意見 被怨方打槍喔 那我就問你嘛 一個財政部長 基於過去的經驗 告訴他們 從銀行專業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 我部長有疑慮 直接被打槍 那這不是政治任命 什麼是政治任命 大家都在問一個 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的公股行庫 被掌握權力的人 拿來當什麼 當重用的工具 哇 捐款兩千到兩千五百萬 就可以調降放款利率 對大企業來說 這條線應該還不錯吧 村長 他們是這樣在玩的 我們怎麼跟他玩的 我們一直以為說 他們只有養肥貓 你知道嗎 那你如果說 這個養肥貓 我們就已經有點受不了了 結果後來又爆出 楊慧如的案件 楊慧如的案件是 用辦活動 然後爭取各個國營單位 或者是轉投資的國營單位 然後能夠拿到補助款 然後在這個到底是洗錢 還是怎麼樣 再轉為網軍來修理我們 我們就以為說 這就已經很誇張很離譜了 哇 沒想到現在還更直接了 直接用這一個政治現金支柱 然後放回來的是 再用這個貸款調低利息 我這一條龍的這種玩法 真的是 你說難怪我們老百姓 每一個人 你又怎麼滾蛋 怎麼怎麼欠 欠兩滴 你就不知道要養這個政府 你就養不去民進黨 他們這個真的這樣 吃肉又減吃肉 骨頭你就要撒到 真的要撒到 骨頭就撒到 這太瘋了 我說你這個 他們這樣也沒有 你就看楊惠如的這個活動 一個網球活動 你看真的就那麼多國營私益 還真的就是有捐助 這個也不是說空穴來風 還真是的 所以這個真正 這個民進黨 我們這養不起 難怪他們可以說 這個兩岸 不管說關係再怎麼樣惡化 然後呢 大家老百姓自由行 讓這些繼承勞工 大家沒錢賺 服務業倒了一片 然後這些 今天這個很多旅遊業 都走上街頭去遊行的今天 這些人 你再怎麼抗爭都沒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他餓是餓他們 民進黨是吃得很薄的 他們是不會感覺到貧窮感 也不會是被剝削是你們 他們也沒感覺到 所以這個如果是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認為說年輕人 你們眼睛要增亮了 現在是誰在斷你們的路 誰在吸引你們的血 你們的未來 真的要讓蔡英文政府 三年我吃得這麼離譜 你要還給他吃四年 那怎麼先口味說的 你如果讓民進黨過半 立委會過半 蔡英文又繼續連任 他就變帝皇了 真的變女皇了 這是獨裁的嘛 民進黨真的是走向獨裁制 這個真的是讓人家看為官司 如果這個爆料是真的 那大家終於了解為什麼 何庫董作 低筋董作 好像是非廖燦昌不渴 但是非他不渴的 其實還有其他人 包括來看到這一位 前老委會主委 盧天玲 那麼他一個人就兼任了 台翔航太亞洲航空公司的 董事長兼總經理 一個人有四個職務 他真的好重要哦 但他到底為台翔 做了哪些好事呢 包括他把前總經理 降為警衛 叫總經理去當警衛 這是他的這個德政 然後再來呢 他把這個黑鷹直升機的 維修標案 明明是台翔的哦 讓給漢翔公司 為什麼呢 這是讓人覺得很不能夠理解 好 那他曾經是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而且他曾經挪用公款幫 謝長廷和蘇貞昌選總統 還被判刑 但是後面緩刑了兩年 這樣是不是可以理解 他為什麼官運亨通了嗎 志斌 就是說我們要推動航太工業 要的是非常有專業的人 在那邊做專業經理人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曾經擔任過 老委會的主委 他完全沒有任何航太工業的背景 但是呢他可以位居高位 同時呢他曾經有暗在身 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可以被民進黨任命 然後去擔任這麼重要的一個位子 你就可以想見 在民進黨的心中 其實台灣工業的這個發展 重不重要 對他們講一點都不關心 也不重要 因為他重要的他想到的是什麼 他需要的是白手套 他需要的是在各行各業 各個團體各個公司 以及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國營事業等等的 他們要安插自己的人手 他的目的就是 在他們第一任當選的時候呢 他們就已經 已經在佈局 他的第二屆的連任 所以你要說 民進黨實在 有一定是很厲害的選舉 這點說實在 我們國民黨真的是太慘了 好 他一個正台 他就開始在準備了 否則的話 他的手不會插到任何 所有跟錢有關的 跟人有關的 譬如說人有關的 什麼水利會農會 什麼這些的 他們也把手伸進去 跟這個錢有關的 就是銀行 公股什麼的 才會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很可笑的問題 而且呢 是很無恥的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不過吳天玲 他不是只是肥毛而影之法嗎 他這裡面還真的是有涉及到 有感覺好像是掏空的那種樣子 對 因為他用那個現金增資 火鬼半院 他現金增資 然後他就把這個金額 訂得非常的低 17塊 17塊半嘛 那他就說是要給員工福利 可是他這規矩定下來以後 他又把門檻 員工可以申購的門檻 又訂得非常高 所以他就這個要10年以上 然後還要這個什麼組長以上的 所以他就變成說 就800個員工裡面 只有200個員工可以認購 那剩下600個不能認購的 他就通通全吃 他自己認到 對 他全吃 全吃以後他就變大股東了 大股東以後他又再第二次 他又這樣又搞了一次 他就變得最大股東了 最大股東以後那好 那你知道 他這一家公司 亞航 他最主要就是維修這個黑鷹直升機 他黑鷹直升機的維修佔他50%的獲利 然後他會故意去標沒標到 怎麼叫故意 他這個人壓的這個得標金 他高於將近一倍下去下標 結果後來呢被漢翔給得標了 那這感覺好像刻意要放水給漢翔 那很奇怪為什麼放水給漢翔 原來他在漢翔也有大股東 對 所以你就看他在黑鷹直升機 鷹直升機 都鷹直升機 哇塞 好黑喔 然後他本來是任命到台翔 當董事長跟總經理 然後因為台翔又轉 這個是轉投資亞航 所以他又去亞航當董事長總經理 然後再把亞航在這樣子掏空 你說一間公司 你如果說的那個夭壽 你知道嗎 你如果就來黑貓你就好 你就去那個黑貓你就去拿 拿你的粗養的薪水就好了 你還給公司掏空 亞航這個股年這樣上市吧 今年股價馬上就蒸發了二十幾億吧